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人碰到事情经常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常说 别人不好你怎么不好你怎么不好 诽谤他人做什么事情总是说你不好要让你让他 从来不知道自己去让别人的 你记住了 你经常去让别人让你 时间长了 你会慢慢的偏执啊 你会我执啊 你时间长了 你时间长了就会退失佛心 佛心就会退失 所以慢慢时间长了 你就会不修心不学佛了 所以师父让你们明白 这种下 种下难以挽回的恶因 就是因为你 你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都在种恶因啊 你说我怎么得罪他了 人经常会讲一句话 我怎么得罪他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罪他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你刚刚没给人家一个笑脸 你刚刚讲话很讨厌 你刚刚讲一句话 你只顾讲这个人 没考虑到边上人听的人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他记住了 你是在暗中讽刺他 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恶因 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就像夫妻两个人吵架 吵了半天 说你为什么今天跟我吵 谁叫你讲这句话的 我什么时候讲了 你讲了你还不认识啊 你讲了你还不知道啊 我什么时候讲了 人这种因 都是无知啊 才种下的 种下了这么多的因 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 恶因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 所以人最大的敌人 师父经常讲的 还是自己啊 改毛病就是战胜自己啊 人很痛苦的啊 要学会改毛病 战胜自己 你才能战胜人间一切苦难 师父在这里 没有叫你们战胜别人 要战胜自己人间的一切苦难 因为你战胜了自己 你就不会烦恼 不会痛苦 你就是战胜了自己 本应该长寿的苦难 而你不承受了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在骂你 对不对啊 你说你一般人家骂你总会生气吧 正常骂都会生气吧 你战胜了自己的 战胜自己了 我不能生气 西出病来无人替 他怎么诽谤我 我不是的 没关系 战胜自己了吧 接下来不烦恼了吧 不痛苦了吧 否则你会很痛苦啊 很难过 所以苦乐 师父告诉你们是怎么来的 苦乐是怎么来的 苦乐 他本身就是心的感觉 绝受 苦也是一种感觉 乐也是一种受 哎呀 真开心啊 哈哈哈哈 一笑 感受吧 笑完了还有吗 谁会把 哎呦 刚才我笑得可开心了 有几个人笑完之后 还记得的 对不对啊 你们生活当中有很多 非常可笑的事情的 想起来就会笑 但是你会一直放在心上吗 笑过了没了 那是一种感觉呀 感受啊 你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快乐过啊 你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痛苦过啊 现在就是一种感受呀 这种感受很深 你就 比方说你感受痛苦很深 你就拔不出来 你就拔不出来 你就这个 忧郁症 你感受快乐很深 那你这个人就是弥勒佛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这个人心的绝受 有时候 不见自己的心在何方 不见了 因为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 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 你今天快乐也是说 我想开心 我就开心 好 快乐了 我就不开心 别人家说 算了 开心点吧 来来我们出去玩玩吧 不出去 出去了 开心点了 我不就不开心 你们有吗 小时候有吗 现在有吗 小时候愚痴吗 现在愚蠢吗 还是换汤不换药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叫你们 懂得 要看到 要感受到 控制好自己 内心的一种 无形的绝受体 无形的绝受体 一不开心了 马上绝受体就开始感应 哎呀 不开心了 感变 感变 开心 开心 一感觉到自己太开心了 当心 当心 人的毛病啊 不开心啊 也感受不到 妈呀 发泄呀 闷在肚子里了 就想发泄 管他呢 泼出去的水啊 所有的人身上泼 开心的时候啊 狂欢啊 开心啊 对不对 到了后来 失控了 出大事 这一切 菩萨就是叫我们 是一种 无形的绝受体 因为每天在人间 我们人 被无奈 紧紧地束缚住 无奈啊 有什么办法 你们告诉我 你们告诉我 现在 这个天灾 这么多 你说人有 什么办法 无奈吧 对不对啊 被寂寞 深深地 绑住 你看人寂寞吗 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吧 自己还要烧烧饭 烧烧菜 自己还要受受苦 自己还要想不通 对不对啊 聊谈话的人都没有 寂寞吧 每一个现实 缺种 缺啊 缺种是 非常的残酷 无妄 你们看看 现在的现实 让你们感觉到 非常残酷吧 每一个人 所经历的现实 是不是都让我们 非常的 觉得残酷无情吧 哎呀 怎么可能啊 哎呀 怎么这么多人啊 哎呀 怎么这么苦啊 你听到过吗 很多人苦 你听到过吗 没听到过呀 哎呀 怎么这么可怜呢 无妄吧 就是这样 所以 人就是这么的无助 我们人 来到人间 走一遭 你到底想拥有什么 你为何要负担 这么多呢 你要负担 多么的痛苦 多么的忧伤 多么的烦恼 多么的寂寞 这就是人 这就是人 要负担很多 快乐在哪里 苦在哪里 等到你 两腿一蹬的时候 苦又在哪里 快乐 又在哪里 自心明白 自己心里最明白 什么都是假的 都是无常的 只是心是没有一种 感受体 没了 心里没有感觉 人要走的时候 心里没有一种 感受体 只有你在人间 还没有走之前 已经觉悟了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是 是 而非 的人生 好像活着 又好像死掉一样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一样 所以人的心很奇妙 你看我们人的心奇妙吗 有的时候 一会儿 开心了 你跟他讲话 听说他不开心啊 没有啊 我刚刚跟他讲话 他很开心啊 怎么后来又不开心了 神经 什么 刺激啊 为什么 一会儿得到 一会儿失去 一会儿得到快乐 一会儿失去了 这个快乐 一会儿得到悲伤 一会儿失去悲伤 人就是在得到和失去当中 在选择和没有选择当中 在痛苦和快乐当中 一直在度过的这些 无常的日子 这些无常的日子 所以 人意念 一会儿清静 一会儿浮躁 都是外境给你们带来的影响 所以你看师父救人多难 我经常跟很多佛友帮他们做思想工作 经常跟他们解脱 谈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菩萨的智慧来解脱你心中的烦恼 谈了之后 师父我想明白了 真的 我开心啊 我想通了 我一定听师父的话 好好改 第二天 我怎么运了 变了 无常啊 讲得好好的 无常啊 对不对啊 我不是曾经讲过吗 有一对夫妻 吵了好多年了 吵啊吵啊 吵到最后说去离婚算了 不要再搞了 去吧 走 一起去 吵架吵了 离婚去吧 现在就到法院去 在农村里的法院嘛 就很近的 不过呢 也要走啊 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那时候两个人就走 走到一个水塘这里 前面一个大水塘 过不去 老公说 我来背你过去吧 那怎么办呢 鞋子不能拾掉啊 背过去 一背过去之后 下过雨嘛 都是一个大水塘 刚刚背过去之后 老婆一放下来 老公我们回去吧 我觉得你还是蛮好的 人生就是这样 在无常的变化 变化变化 不停的变化变化 你们知道变化会伤自己的 对不对 我问你们啊 一会咸一会淡 那个菜 尝一口 太咸了 放点糖 太甜了 再放点盐 再放点糖 再放点盐 几次下来就变胶盐了 人就是这样的呀 大家明白了吗 感情也是这样 心态也是这样 关注着当下最重要 当下开心 是真开心 当下痛苦 你是真的在痛苦 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 人很奇妙 一会儿佛照 一会儿清净 都是外面的影响 凡夫 常生病 因为是外界对你的影响 你看你们经常生病 是外面对你们的影响 你们想想看 受别人的几句话的影响 情绪会受到很大的波动 你们想想看 外面影响对你们有多大 有的时候会牵动你们的心啊 牵动你们心 牵动你们内心 那你就会产生这种 一种欲望的载体 哎呀去买呀 这个东西很好啊 很便宜啊 以后会涨价的 好了去买了 欲望的载体来了 那你就会在这个载体当中 去好好的 去去去去去去 去会去争 去会去找 去会努力的去去发现它 那么最后呢 会让自己套住 套住 好 今天呢给大家呢 看师父跟大家 讲法很快的 一个小时了 大家听得很开心吗 是开心的时候 时间过得很快 我如果叫你们 坐在那里静坐 你如果静不下来 你就像伐坐 静得下来 就叫禅坐 对不对啊 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就叫禅坐呀 对不对啊 禅坐坐在这里 静下来 心里什么都不想 你们在听师父 刚刚一个小时的 弘法当中 你们什么脑子都不想 所以时间会过得很快 如果你们想着 哎呀 这件烦的时候 这件事情 明天大家单位里 这件事 孩子们怎么样 家里们怎么样 买这个东西 你脑子就根本不能禅坐 不能禅坐 就影响你的禅修 你们以为禅修是什么 你们坐在这里 做的定 在修心 就叫禅修 定得下来 叫禅定 你们最后 禅定 得到了 就会得到禅智 智慧 菩萨的 禅的智慧 禅智 有一次 有一位 年轻的比丘 他呢 停留在 有一个村子 的经舍的时候 经舍的时候 有个人呢 就供养他 两件 加杀 过去呢 供养什么都有的 就像现在可以供养 对法师可以供养 餐 对不对啊 那么有的呢 家里正好有 加杀 供养给 这个年轻的比丘 这个出家的和尚 来 我给你两件 加杀 法师可以接受 供养加杀的 那么供养加杀之后呢 那这个 比丘呢 就决定把其中一件 供养给 长老比丘 长老比丘 长老比丘呢 就是他的 那个长老 就是庙里的长老 就是 我们说的是师父 这个师父 长老比丘呢 是他的舅舅 安居之后呢 安居之后呢 他回来之后呢 年轻比丘呢 就去找 长老比丘 就跟他说 师父 其实他舅舅 他把袈裟呢 供养给 长老比丘 给这位老比丘 这个长老比丘呢 说自己的袈裟 哎 我已经够了 我有很多袈裟了 他就拒绝了 年轻比丘呢 多次恳请 但是长老比丘 坚决拒绝 不要了 他就说不要 就不要了 年轻比丘 非常的伤心 认为 舅舅 不接受 他的袈裟 是不喜欢他 所以你们自己知道 现在社会当中 你送给人家东西 人家不收 你不舒服的呀 你诚心诚意 送给人家东西 人家 收下来 其实对别人的 一种尊敬 听得懂吗 尤其有些人 人家送你一样东西 先看一看 不要 你说人家丢脸 如果你不要看 你就说 不要了 你什么都不要送我 那另外一个概念 看一看 不要 你说人家丢脸 人家送你什么东西 都要满心欢喜 因为这是 一份礼 一份心呀 你不要 人家不开心了 你看这个小比丘 他就很难受了 他就觉得 舅舅不喜欢他了 他甚至觉得 既然舅舅坚定的拒绝 和他共享必需品 家沙是我们必需品 和尚要用的 他最好 他想还俗了 你舅舅这样 我就还俗了 你不喜欢我 我跟着你干嘛 还是去过自己世俗的生活 就不出家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心念纷飞 还俗之后怎么样 念头乱飞 思绪紊乱 心中想着 哎呀 我还俗之后啊 我就去卖掉架杀 买一只母羊 然后快速生育 养出很多小羊 有足够的收入 然后娶妻生子 他在随代 随代这个妻小 妻子和孩子 搭车再回来探访他的舅舅 再到庙里来再看舅舅 你看老婆孩子 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有 他甚至想啊 在路上啊 他会告诉妻子 说由我来照顾孩子 但是妻子呢 非要叫他驾车 不要管孩子的事情 但是呢 他呢 坚持要照顾孩子 他就去抢孩子来照顾 结果孩子掉下了车子 被轮子撵过 他非常的愤怒 拿棍子就要打他的老婆 其实这个时候 他都是想象了 他正好用扇子啊 在帮他舅舅啊 在善良 由于他的胡思乱想 他就拿着这个扇子啊 这个不小心啊 他就是因为像 他因为在想嘛 他拿个东西打他老婆嘛 一会儿拿个扇子 就打了他舅舅 就打了他舅舅的头了 打了他舅舅的头 那个长老比丘啊 非常有智慧 这个长老比丘 他很厉害的 这个长老比丘啊 明白这个年轻的 他的侄子的信念 这个长老比丘就跟他讲了 讲什么呢 他说 你自己不能打老婆 你打我干嘛 因为长老比丘知道 他在想什么 这个年轻的比丘一听 他的舅舅长老比丘 这么厉害啊 十分惊讶 马上拘处不安的 立刻就离开了金舍 但长老比丘 却设法带他去见了佛陀 你看那个时候佛陀在世啊 他们多么的幸运啊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就把他带去见佛陀了 这个真的 真是非常幸运 佛陀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之后 你看佛陀 这么伟大的一个佛陀 你看他 多谦虚啊 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佛陀呢 就很仁慈的 告诉年轻的比丘 他说 人心 晕不定 旁骛不定 人的心啊 不能啊 旁骛不定啊 就是不能飘摇不定啊 不能杂念纷飞啊 即使是遥远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 就是在很遥远的东南西北 太遥远的地方 你的心都会 胡思乱想 就都能一会儿在东面 一会儿到西面 你看你心会跑得多远 所以人应该努力使 自己在 贪嗔痴 三毒中 解脱 出来 贪呀 刚刚那个 这个小比丘 不是叫贪心吗 这叫解脱出来 你才能有 有成功的希望 好 今天师父呢 就跟大家 开始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能够学佛精进 能够把自己的心 安定下来 今天这就是要告诉大家 外面的环境再怎么变 自己的心要 如如不动 心要定得下来 你的心静 才能如水 谢谢大家 Godzilla -的 - 谢谢大家